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地在发生这个盗法案 不再有这样的状况继续发生 政府不但要扩充巡山园的人力 而且巡山园应该是更优先来禁用 熟悉这个环境的当地部落的原住民乡亲 宜兰大同乡的南山神木犬 我们知道被山老鼠开堂破肚 珍贵的窥墓被人盗走 大同乡之好 自己组织了一个山林守护队日夜来巡逻 但是我们知道南山神木犬 它是位于国有林班地 但政府到底在哪里 特别是负责这块维护的土地的这个林物局 难道我们族人必须一定要挺身而出 保护这些珍贵的神木吗 就像新竹县监使 把红筷还有五分乡大陆领导 包括台东立家 把领导刘章之 今年都是展昭 把这些山老鼠的盗法破坏 台东立家的村民部落 也是自主了领导的守护队 现在立家的基民说 牛樟树林本来是非常的多 但是盛况现在都已经过去 目前只幸存最后一棵 我们也知道红筷是一个珍贵的木材 牛樟之便认为是抗癌的良药 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们台湾珍贵的资产 如今都成为了这个山老鼠的这个目标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当然我们更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补习认为 事后捕破网 不如直接就把林物己的巡山员 改为禁用当地原住民的部落的主人 因为原住民是生活在山上 对这个环境是非常的熟悉 之外广大的山林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乐园 所以在这个地方希望在重视之余 能够达到真的赫止的作用 唯有禁用这些原住民的乡亲来守护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